蛋白氧气血 有空多做做这一道菜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呢 告诉大家一个补蛋白最快的方法 这就是用鲫鱼炖红豆 用东北的这个红小豆是最好的 买上鲫鱼一条比较大一点的 你好操作 肚子大好往里填东西啊 买鲫鱼的时候还要选择那种 淋发白的 越白越好的 先把这个鱼肚子里面清洗干净了 把提前泡好的红小豆装到鱼的肚子里 然后呢 就用砂锅在上面炖上三到四小时 最后啊 骨头也酥了 连骨头 红小豆 鱼肉一起给它吃了 注意呢 在炖的时候 先不要放盐 可以放上点葱姜 放上点白胡椒粒 等你吃的时候 稍稍的在锅里边放上一点盐 争取啊 每个礼拜吃上一回 经络堵 气血劲 两招打通经络 气血蹭蹭往上窜 当经络堵塞的时候 身体就会发出警告 第一个警告就是疼 俗话说 痛则不痛 痛则不通 你身体都疼了 一直都不管不顾 就会影响气血的运行 导致各种疾病的产生 第二个信号就是凉 如果经络不通的时候 身体的气血运行就受到阻碍 就会出现供血不足的情况 身体的某些部位会发凉 比如常见的有四肢 腹部 头部 都会有凉的感觉 第三个信号呢 就是肿 气血运行受到阻碍 堆积在身体的某一个部分 就会出现肿的现象 有的是水肿 有的是血肿 淤血和水肿互结啊 形成肿的现象 同时还伴随着疼痛的出现 以上这三个症状呢 就是经络不通的典型表现 要注意及时的疏通经络 帮助更好的去运行气血 缓解症状 预防疾病的产生 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拍八须的位置 它们是气血经络流通的必经之道 经常的拍打它 让它气血流通的更好 第二个呢 就是经常的梳头 可以用手指梳 或者是用木梳子 不要用塑料的啊 去梳头 因为头为诸阳之会 把头梳通了 所有的阳经就打通了 第三个方法 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你去跪坐 古人的坐姿方法里边 就专门有金刚坐 通过半个小时的跪坐 让我们下肢的经络都得到畅通 全身的血液循环都会好 不信你试一试 心脏不好的人 千万别在家做这些事 大家好 我是赵伟浩教授 生活中的一些坏习惯 可能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严重的甚至要命 我们应该避免哪些行为 这个视频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析 视频不长却很有用 点上小红心收藏起来 防止以后找不到了 第一 一定要避免过量的饮酒 长期大量的饮酒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导致心理失常 关心病等等 第二 不要经常憋尿 经常憋尿会使抚压增高 影响心脏的功能 如果有尿一定要及时的去上座所 第三是吸烟的问题 吸烟会增加心梗的风险 如果家里有吸烟的人 要及时的劝导他少抽 慢慢的戒掉 这样对心脏是有好处的 第四 不要太劳累 这样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第五 不要发脾气 导致血管受到冲击 可能会使血管和心脏受损的 心肌缺血别发愁 只用两招通血管补细血 大家好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心肌缺血在中医里是属于胸壁心痛这个范畴 主要的表现就是胸闷气短心痛心慌 心前驱不适这些症状 心肌缺血发展到后期会出现恶性的心律失常 心衰心梗这些心脑血管的重疾病 如果你已经出现了这些问题 一定要把视频看完 相信对你会有所帮助 今天从中医的角度来告诉你两个方法 能够通血管 无气血 防治心肌缺血 第一呢就是辩证论治 对症治疗 中医说心肌缺血 有虚有实 虚那里边包括气息 血虚 晕虚 阳虚 实呢就比较复杂了 有气瘀 血瘀 痰湿 不同的情况 根据不同的症型 选择不同的药物来治疗 比如说活血化瘀 那就用血腐朱瘀丸 撕阴呢可以选天王补心丹 理气解瘀 就可以用逍遥丸 柴虎书竿这些 第二点 虽然解决了这个急症 但是为了防止它再一次出现 做好后续的防治 要注意饮食结构的调整 情绪的调整 作息时间的调整 也要避免高强度的运动 或者是劳累 还要注意防寒 保暖 控制住你的基础病症 防止进一步的病情加重 诱发心梗 心衰 这些严重的心脑血管级别 告诉大家一个不吃药 就能改善血压膏的方法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你身边的医生朋友 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轻度的高血压患者 可以不用吃药 很多患者用了以后 给我的反馈是比较理想的 有血压不稳 经常会感到头晕目悬 心悸不安的朋友 可以用30秒时间 看看这个视频 相信你会有收获的 以下的内容非常关键 建议点赞收藏 多看几遍 中医说高血压和肝肾 阴虚 肝阳上抗都是有关系的 如果你是因为工作的压力大 情绪紧张导致了高血压 就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在我们耳朵的后面呢 有一个耳背钩 也叫做降压钩 这个穴位呢 可以平干吸风 舒筋活络 有去风止痛 这样的作用 每一次呢 按压个两三分钟 两个耳朵 可以交替着进行 每天两到三次 起到一个辅助降压的作用 你记住了吗 前胸后背疼 心脏也没有问题 病根藏在了这里 平时呢 总是感觉头昏沉沉的 前胸后背的疼 胸闷气短 记忆力也下加 全身乏力 整天都是迷迷糊糊的 感觉不清醒 有的时候还伴着心慌心计 稍微风吹草动 心脏就会秃秃的乱跳 整天还胡思乱想 而且走路呢 也是发飘 像丢了魂一样 有的人眼睛还干涩 看东西是模糊的 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 觉得生活枯燥乏味 没有意思 老百姓说的没有心气 还有呢 可能晚上会失眠多梦 半夜容易醒 脖子疼 后背疼 脸色蜡黄 容易掉头发 心情不好 食欲不好 总感觉全身都不舒服 觉得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 但是呢 到医院去做检查 彩钞啊 心电图啊 头的盒子啊 CT啊 都查不出什么问题来 越是查不出问题啊 有的人他心里越烦躁 这种情况呢 有的人很可能会持续几个月 或者是几年的时间 反复到各个医院去纠诊 就是查不出来有什么气质性的病变 屏幕前的你是否也是这种现象呢 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 我要恭喜你 没有气质性的病变 这是好事啊 很可能是长期的处于一种 情质不随的状态 导致了三交气机不通 出现的各种不适 不管是你甘于气质了 气血不足了 还是肾经亏虚 痰酌中阻 甘肾两虚 这些症状很可能是长时间的 情质不随导致 解决的办法呢 要理气 那第一个方法 用逍遥丸 这是我经常给大家说的 一般的说到这个程度呢 这个逍遥丸就比较轻了 可以用汤药辩证调理 第二呢 就是要运动 比如说八段锦里边 专门有一截 双手脱天理三交 都做一做 把三交理通了 就改善了这些症状 第三呢 一定要做一些有兴趣的事 让自己开心起来 前胸后背疼 心脏也没有问题 病根藏在了这里 平时呢 总是感觉头昏沉沉的 前胸后背的疼 胸闷气短 记忆力也下降 全身乏力 整天都是迷迷糊糊的 感觉不清醒 有的时候还伴着心慌心计 稍微风吹草动 心脏就会秃秃的乱跳 整天还胡思乱想 而且走路呢 也是发飘 像丢了魂一样 有的人眼睛还干涩 看东西是模糊的 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 觉得生活枯燥乏味 没有意思 老百姓说的没有心气 还有呢 可能晚上会失眠多梦 半夜容易醒 脖子疼 后背疼 脸色辣黄 容易掉头发 心情不好 食欲不好 总感觉全身都不舒服 觉得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 但是呢 到医院去做检查 彩钞啊 心电图啊 头的盒子啊 CT啊 都查不出什么问题来 越是查不出问题啊 有的人他心里越烦躁 这种情况呢 有的人很可能会持续几个月 或者是几年的时间 反复的各个医院去纠诊 就是查不出来有什么气质性的病变 屏幕前的你是否也是这种现象呢 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 我要恭喜你 没有气质性的病变 这是好事啊 很可能是长期的处于一种情质 不随的状态 导致了三交气急不通 出现的各种不适 不管是你甘于气质了 气血不足了 还是肾经亏须 痰酌中阻 甘肾两须 这些症状很可能是 长时间的情质不随导致 解决的办法呢 要理气 那第一个方法 用逍遥丸 这是我经常给大家说的 一般的说到这个程度呢 这个逍遥丸就比较轻了 可以用汤药辩证调理 第二呢 就是要运动 比如说八段节里边 专门有一节 双手脱天理三交 多做一做 把三交理通了 就改善了这些症状 第三呢 一定要做一些有兴趣的事 让自己开心起来 关心病晚上 注意这三点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关心病呢 是一种危险的疾病 还容易在夜间发作 那关心病的患者晚上 怎么做 可以降低发病的风险呢 记住以下三点 第一 控制晚餐量 别吃的太饱 所有的餐都是七分饱 就够了 如果吃的太撑的话 就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造成心肌缺血 诱发心脚痛 第二 睡前注意情绪的调节 避免带着生气 或者是焦虑的情绪入睡 睡前呢 一定要保持心态平和 第三 注意睡姿 关心病的睡姿 是有讲究的 错误的睡觉姿势 会对心脏造成压迫 不利于心脏的血液循环 最佳的睡姿 当然是右侧屈膝而握 就是我们说的吉祥握 这样可以减轻心脏的手压 以上这三点你都记住了吗 人体自带的五官消炎血 你知道吗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其实我们身体里边有很多自带的消炎血位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血 对于头痛啊 目视肿痛 耳聋耳鸣 牙齿痛 咽喉痛 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这就是阳溪血 位于人体的腕横纹 绕侧端 拇指相伤翘的时候 拇指身肠肌腱与母肠肌腱之间 这个凹陷的地方 又称为是鼻烟窝 它是属于阳明大肠经 它能够解决五官部位的这些炎症 特别是大肠经的气血 从阳溪血呢 上乘到头面 所以按揉这个阳溪血 不光是能给头面的五官消炎 还能够帮助通便的作用 每天按揉两到三次 每次两到三分钟 左右手交替着做 大家学会了吗 三处疼痛要小心 可能是血栓来袭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血栓呢 是人类健康的一大杀手 突然的发病啊 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 但是血管堵塞这个过程 可不是无迹可循的 身体会发出一些预警的信号 在之前呢 从病理的角度和大家谈过 这一次啊 从身体的三个部位上 再次明确一下 当你的身体有这三个地方出现疼痛的时候 可能就是血栓来袭了 这第一个地方呢 就是头部的疼痛 脑血栓的患者呢 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头疼 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只是头晕目旋 随着头晕反复出现 头的疼痛是越来越明显 而且它是真次样的疼痛 这就是动脉周样硬化导致了血液变得粘稠了 血管中出现了淤堵 这种症状呢 一般在清晨刚刚起床 或者是过度劳累之后最常见 第二的部位啊 就是胸口的疼痛 心脏呢 是血循环的枢纽 心脏部位的血管堵塞 直接就可能影响了生命了 如果身体频繁的出现 胸口有压迫感 或者有刺痛感 那很有可能就是血管堵塞导致的 不及时的治疗 可能就会出现新的危机生命 第三个地方呢就是下肢的疼痛 在没有压迫的情况下 突然出现腿疼 腿麻木 很可能就是支配下肢的动脉堵塞 严重呢 还会导致间歇性的裹形 也就是一瘸一拐的走着 偏瘫这些症状 如果你出现以上三种情况 一定要引起重视 及时就医检查 避免造成严重的后果 要补不如食补 日常多吃这三好物 心脏补血速度快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俗话说要补不如食补 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 对心肌缺血有益的三个好物 第一呢就是苹果 苹果当中含有丰富的甲离子 能够降低血中的胆固醇含量 防止心肌缺血和动脉硬化 一定记着啊早上吃早上金苹果 中午银苹果 晚上就是烂苹果了 第二呢就是山楂 山楂能够扩张血管 调节血脂 减少体内胆固醇的含量 对于预防和缓解心肌缺血 有很好的功效 除此之外呢 山楂还有良好的助消化的功能 第三核桃 核桃当中含有丰富的营养 能够防止动脉硬化 所引起来的心肌缺血 而且它还有很好的补心 建脑的作用 还记得分心目吗 它可是核桃中的精华 尤其对心脑血管的病症 再好不过了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在我上一个视频里去查找 心肌缺血的患者啊 在日常的饮食上 要注意清淡饮食 一定不要吃过甜 过咸 过酸 过辣 这些食物更不能吃饱了 吃撑的话 吃得太饱 对心脏就有压力 一定多吃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 也一定要保证营养 食一些瘦肉 蛋白质这样的食物 少吃高油脂 高热量的食物 每天呢 一定要多喝水 只有多喝水了 才能降低血液的粘稠度 减少心肌缺血的发生几率 脑梗 怕一酸 但不是醋啊 你猜是什么 今天呢 重点给大家揭秘一个 哪种酸 有利于解决脑梗的问题 屏幕前的你啊 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它就是五味子 五味子呢 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中药材 它兼具着五味 酸苦干新鲜 五种味道 但是呢 以酸为主 本草纲目记载 五味子的酸呢 主入肝肾 可以起到肝肾的作用 通过不氧肾肾 就让脑梗的患者呢 保持更好的头脑清醒 生活状态也提高了 并且呢 能够清除血脉中的这些毒素垃圾 有利于改善脑梗的问题 五味子的伏法啊 有三种啊 第一 大多数人呢 是用白开水冲泡五味子 作为养生的茶饮 这样做法呢 不能够把五味子 单一味的这个药的药性啊 发挥到极致 第二种做法呢 是用酒泡 古人说呀 酒少饮玫瑰 多饮就获受罪了 什么是少啊 泡好的这个药酒 喝一口就够了 第三种方法 如果你有条件的话 用五味子配上其他的药 煎汤煮水了以后 使药呢 发挥到更好的疗效 而且是整体的治疗 不过呢 这样的做法 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服用 千万不能自己乱吃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扰 可以点我的头像 把具体的情况发给我 有空的时候 我会帮你分析解答 硝酸肝油 塑效救新丸 复方单身低丸 能够同时服用吗 肯定不能 硝酸肝油 塑效救新 复方单身低丸 是很多心脑血管患者的常用药 这三种药 一定不要同时用 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 当血压低于六十九十的时候 一定要慎用硝酸肝油 因为硝酸肝油啊 它可以扩张冠状血管 它有降压的作用 它会导致血压下降 当你血压低的时候 服用了硝酸肝油的话 反而会加剧心肌的供血不足 第二个 塑效救新丸呢 它是行气活血 去于止痛的药 它可以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 它的起效时间呢 要比硝酸肝油慢一点 但是呢 也是属于急救的常用药 复方单身低丸 大家都很熟悉 它主要是缓解 气质血淤导致的胸闷 心前驱疼痛 关心病 心脚痛 这些症状 它的起效时间 不如硝酸肝油和塑效救新丸快 有人说呀 它可以作为常规用药 但我建议啊 一定不要长期的使用 作为常规用药 为什么 因为复方单身低丸呀 是由三味药组成的 其中单身三期 这两味药 你长期吃一段没有问题 但是呢 这里边的冰片 是不可以长期吃的 冰片是属于开窍药 就像说你这身体这个翘你老开着门 这气不就跑光了吗 所以这个要记住了 复方单身低丸 可不亦长期久服 你听明白了吗 点赞转发给你需要的人 你一定要记住 每天按按手打通心血管 远离心脏壁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告诉大家 我们手上有三个穴位 每天坚持按一按 可以帮助我们 增强心脏的供血 预防关心病 心脚痛 这些心血管的疾病 内容呢 比较重要 建议屏幕前的各位朋友 点赞收藏 平时没事的时候 就多去按一按 第一个穴位呢 就是中充穴 在我们手指 中指的末端 最高点的这个地方 用手呢 轻轻的按压一分钟 可以缓解心脚痛 关心病 心慌心痛这些症状 它还有开窍 省神 清热泄火 通落止痛的作用 中充这个血啊 最主要的针对的就是 中风昏迷心脚痛 比如说突然倒地了 言语尖色呀 舌头都僵硬 说不出话来 那如果是 刺中充穴 放血的话 这个血啊 就像剑喷出来一样 这个地方呢 是属于我们 有动脉血管的地方 同时还会减缓 它的后遗症 刚才我们说啊 中充穴 可以有清热解毒作用 比如说长了真眼 那如果你要是暗揉 暗压这儿 或者是把它刺出血的话 那也有对真眼有 清热解毒的作用 缓解了它情绪 不养于用药 我们说手上有三个血 劳工血 就是我们的第二个血 下一集 我告诉你 劳工血的作用 核桃配遗物 加快了脑梗的恢复 大家好 我是赵伟浩教授 今天呢 教大家一个可以改善脑梗后 偏瘫失语的方法 既简单又有效 学会了呢 可以自己在家做 做法就是啊 用核桃仁去配上陈醋 核桃仁呢 有抗衰老 健脑抑制 提高免疫力的作用 而陈醋 可以软化血管 降血压 调血脂 减少血清中 胆固醇的含量 在家里啊 准备好适量的核桃仁 小伙呢 把它炒上三分钟 放凉了以后 倒入到罐里边 加入陈醋 浸泡七天就可以了 中医说呢 脑梗的本质 就是你经络不通 经络不通呢 气血也流通不畅 想要康复 就先要抓住病根 而核桃仁和这个醋啊 不仅可以软化血管 还能够改善血的循环 滋养脑落 有着不错的效果 如果呢 你也有脑梗后遗症的困扰 可以试一试 中医的这个调理方法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可以给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 要想全面深入的解决你的问题 也可以把你的具体情况发给我 我会根据你的具体情况进行辩证 给出最适合你的更全面的方案 心脏不好的人 多吃下面这两种红色的食物 少做三件事 大家好 我是赵一号教授 俗话说的好啊 养生必先养心 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呢 一定要多注意心脏的养护 中医认为红色入心 在日常生活当中 可以多吃一些红色的食物 帮助我们补血养心 促进血循环 保护血管的健康 第一个呢 就是红薯 大家知道啊 红薯里边其实有红色的有白色的 我最爱吃的就是那白色的栗子面的那干酥酥的 但是红色的薯啊 它可以更好入心 也调节我们的肠胃 对维持血压和心脏的功能 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出现是非常好的 第二种呢就是花生衣 又称是花生皮 那是红色的 又称为肠果衣 作为中药呢 它具有着补充营养 有补血的作用 它可以排除体内的毒素和垃圾 降低导醇的沉积 所以记住了 下次再吃花生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那个花生皮再扔掉 虽然是日常生活里的两个普通食品 但是它为我们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那我们日常生活里要少做哪三件事情呢 第一就是避免过劳 过于劳累对心脑循环都不好 第二少悲伤心情愉快 第三一定要少熬夜 不熬夜才能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 你记住了吗 转发出去让更多的人受益 霍香正气水可以治疗以下三大症状 你知道吗 霍香正气的水 你要喝就喝那种带酒精的水 这是药效最好的 霍香正气本身它有两大作用 一个是去风寒 解表症治疗的是你夏天的时候感受了风寒 引起来的发烧啊 不舒服啊 头晕啊 第二大问题 霍香正气解决的就是我们肠道问题 因为有失血 我们刚才说了夏季的感冒特点 就是中了失血以后引起的外感病症 所以霍香正气解决的是这两大问题 除了以上我说这两大问题以外 可能你还不知道的霍香正气具有三大好处 第一它能安神住眠 因为你是去了除了湿气以后 头脑就清醒了 里边含有的唇皮啊白纸啊 福灵都是去湿的 把湿气去除了 神安得以神定心安 睡眠就踏实了 所以它治疗的是这种湿着 蒙蔽了清窍 而引起来的整天的昏昏蒙蒙的 神不得安的病症 它有促进睡眠的作用 第二个方面啊 霍香正气可以治脚气 这可是外用的时候 你放在洗脚的水里边 它能够缓解搔痒 有很好的杀菌作用 第三呢 也是在夏天的时候 如果出现了肺子 尤其是小儿的肺子 你放在小儿的洗澡水之中 去清洗 可以去除肺子 你记住了吗